今天我哥哥要回来 每次周末的时候 我哥哥都会回来 就是在家里一露一手 因为我们家厨艺最好的就是妈妈 还有嫂子 还有就是哥哥了 他们三个做的饭是最好吃 平时也吃不到大哥做的饭 今天晚上就让他露一手吧 听说要做什么 什么 什么鱼汤 反正那个鱼汤非常好吃 说是营养很好 然后呢大家都说 藏族人到底吃不吃鱼 其实我们家里的话 像哥哥 嫂嫂 姐姐都在吃 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可能不吃 所以的话也是要分人的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 大多数会去吃这个我们的鱼 但是呢年纪大的可能接受不了 这样子 大哥已经开始在厨房忙碌了 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做的 我来帮大哥切点菜吧 大哥一边学一边做 二哥又进来溜达了 看看他想干嘛 各种巡视各种监工 就是不来帮忙 三文鱼啦 鱼吃嘛 你这鱼会撬我吗 怎么又来了 他想干嘛 哇 真干嘛 滑死了 你看 第一次做的糕 不糟 怎么做 怎么做 我没做 哇 这么做 你这么做 糟糕 大家洗刷刷 翻过去吧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呀咋吃饭了吃饭了 鸡汤 嗯 哈喽这是二哥 很多人说像个明星像谁来着 这是爸爸 这是大哥 我今天是大哥下的初 每次周末都回来露一首 太棒了 哎呦吃完了 本来想着在这个鱼汤里面加点虫草 但是忘记了 那很多朋友说哎呦你们家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挖虫草呀 是不是都有虫草采集症 其实的话虫草采集症的话 以前我们全家都有 但是呢我哥哥不是考上了 事业编制吗 像我们这边的话 只要一考上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的话 他就不能去挖虫草了 这样大家大概明白了吗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聚的时候再给大家拍视频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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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